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9年 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突袭 该地区进入了更加混乱的程度 兰斯拉夫曾经强势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成为美国攻击的对象 2000年米洛舍维奇败选后淡出政治 2001年被抓进入监狱 2006年在海牙联合国监狱里病逝 当年为什么美国执意要抓米洛舍维奇呢 有什么借口 原因是什么 美国将米洛舍维奇送进监狱借口有两个 一是指控米洛舍维奇违反战争罪 反人类罪 和种族灭绝罪等66项罪名 二是施压当时总统科什图尼查 如果不把米洛舍维奇抓进监狱 就停止对南联盟的经济援助 这两个借口都是美国的表面借口 目的就是搞乱欧洲 压作俄罗斯 本来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 但米洛舍维奇深受在族人的拥过 即使已经淡出政治舞台 美国人却丝毫没有放过他 美国之所以找这些借口抓米洛舍维奇 原因有多方面的 俗话说有因就有果 谈美国这些借口的原因 还应先看看美国当年发动南联盟战争的真实原因 南联盟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在我们印象中 战争中的正义力量从米洛舍维奇变成了美国 俨然美国成了救世主 其实美国发动战争真正原因 当时很多吃瓜群众以为是就是针对米洛舍维奇 针对俄罗斯 要是这样看 那美国眼光太短浅了 原因有三 一是为了美元地位而大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柵南联盟的时间 集中在1998年 不要小看这一年 这一年诞生了一种伟大的世界货币 欧元 1995年 欧洲确定统一货币为欧元 1998年 欧洲中央银行成立 一种与美元相抗衡的货币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欧元在欧洲各国流通 势必影响美元的地位 但美国阻止不了 只有让这种货币越发变得不值钱 或者流通慢 于是美国以弱势为其独裁为借口 发动南联盟战争 建制欧元 欧盟国家心智肚明 但也没办法 北约国家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欧元从一旦升到流通就遭殃 二是为了美军练兵而打 自从海湾战争后 美军已经八年没打仗了 新生产武器无法验证 而伊拉克早已成缩头无归 无法起到练兵魔剑的目的 这时南联盟问题来了 美国终于等到好的机会 于是锻炼美军 试验武器的基地就来了 三是为了转移视线而打 克林顿当总统快接近尾声 但克林顿在任期间 不是这个门就是那个门的事件 让他也难受 特别是拉练门问题刚解决完 很多人都对克林顿有意见 不能总为照男女关系当总统吧 总得要给自己总统生涯画个句号 于是克林顿就把南联盟作为突破口 那么美国打完南联盟战争 米洛舍围棋下台了 为什么还要穷追不放呢 所以这里又出现美国另外战略考量了 一是继续分化欧洲 欧洲可以说是美国的后花园 只要欧洲各国都跟着自己干 美国才能实现在全球的互动 但现在欧洲团结起来了 美国不希望看到铁板一块的欧洲 更希望有冲突有矛盾的欧洲 这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稳定的欧洲就会让美国无法插手 二是保持美元坚挺 虽然米洛舍围棋下台了 但欧元已经推开 而且欧盟以另一种方式挑战美元霸权 看上去是货币之争 实际上这是一场要把美国挤出欧洲的战争 美国肯定不放弃 因为失去美元 失去欧洲 对美国的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空袭完南联盟实现了初步目标 但美国不会停下来 如果不继续打压 美元将彻底告别欧元区 只有不断分化欧洲 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美国不可能就此罢手 三是打掉亲俄势力 米洛舍为其使亲俄的势力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大部分衣服 但俄罗斯在欧洲在世界的地位 让美国依然不可小视 俄罗斯若符合美国的利益 俄罗斯抢美国就要出手打压 所以米洛舍为其自由一天就让美国睡不好 不要小看米洛舍为其 他在南联盟有很多的支持者 所以美国必须要把米洛舍为其送上顿头台才放心 欢迎关注尼腿探客讨论交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